投資長你的解封概念股 網品今天盤中大漲快半根漲停板喔 還有預創盤中大漲5% 再來台華投控也是逆勢收紅 所以本週經濟日報目前績效第一 那今天的標題寫說 今年剩最後的兩個交易日 上漲機率有100% 真的假的 真的有可能喔 剛才你講的網品 我們是賺了40% 還沒有走喔 上次金華是逐漲賺了50% 所以以上才走 第二個我要告訴大家 按照歷史經驗上漲機率 最後兩天上漲機率就是100% 歷史經驗再次發酵 它就是會漲 那到底至少會漲多少點 今天節目會非常精彩喔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2月28日 台湖開盤14249點 中場收債14173點 跌155點 美國受到暴風雪襲擊影響 美國西南航空有超過8成的航班都受到影響 科技股也遭到重疾 10年期美債殖利率飆升到3.85% 因此美股四大指數僅到窮收紅 那再來看到台股大盤 今天也被美股拖累走低 只剩下兩個交易日的行情有機會出現反攻嗎 後續盤是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基督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講座長場豹滿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郭哲蓉投資長 投資長好 Nuna各位同學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看起來很慘對不對 同學不要擔心 是 我擔心告訴你一個好數據 好數據 你現在認輸就輸囉 跟大家講最後兩天真的會很精彩 好不好 雖然這已經算這幾年來這10幾年來 最慘的12月了 多慘啊跟大家講 可是越是這樣子 因為12月還沒結束嘛 12月有機會神通白尾 這個尾能多大 等一下跟你講好不好 你來說你來說來 好那沒想到昨天美股會重挫 影響到台股今天的行情 那聽說特斯拉跌得很慘 那台積電呢 今天也跌破巴菲特缺口 到底該怎麼辦 看起來好像很慘喔 我看一下你看起來台積電跌破巴菲特缺口 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了以後你再問我問題 好像有拉尾盤這樣子 有拉尾盤一點點 來來來來 看一下喔 是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拉尾盤 直接看 233 連台積電 對 不算啦 因為收是收多少 445 今天最低啊 最低446 我是看那一天的高點是450 如果用高點來看的話 哪一天 這天高點喔 450 如果收到450來看 那就填補完了 不錯不錯 可是今天填補完以後 又比450高一點點 拉尾盤對不對 是 所以如果用基礎分析來算的話 如果是比較鬆散的話 的確已經回補缺口了 喔 啊可是我要是要跟大家講 我那時候穿過 成本大概420到430 平均 是 450 他是會買的價錢 啊信不信有你 你們要笑巴菲特 我只告訴你 笑巴菲特的人喔 那個草都那麼高了 喔 草那麼高了 拜託不要笑他好不好 你不想跟他 你不想跟他一起賺錢沒關係 可是不要笑巴菲特是傻瓜 好不好 喔 好那你繼續說 我把漫威公司調高 但是投資長的解封概念股 網品監盤中大漲快半根漲停板喔 真的好強喔 對啊 你繼續說 好 預創盤中也是大漲5% 那尾盤有點拉回 那恭喜投資長 本週經濟日報還是穩住冠軍喔 因為今天台華投控是逆勢SOHO 那想問投資長怎麼看今天的行情 我覺得這個行情 我再看一下 來 看一下 其實這個行情 欲小不易啦 雖然這個是已經算最慘的一次 為什麼最慘的一次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慘啦 歷年來12月份 這麼慘啦 我們來看多慘好不好 來 好 真的是蠻慘的 來來 這個歷年來12月份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12月份以前都這樣子 都來看 現在台股市已經跌大概4.7%了 4.75 跌706點 我講12月份喔 你看12月份有跌過那麼慘過嗎 沒有 這10年最多跌1.6% 對 這12月 所以要點4.75 照理說都應該談一下 那為什麼沒有談 第一個 現在供應鏈出了問題 iPhone供應鏈出了問題 這是新聞嘛 蘋果也跌了1.35% 那這是問題嗎 這真的不是問題啊 這真的不是問題 為什麼說這不是問題 Runa 現在中國人都坦平了 都生病了 那是不是生病人越多 怎麼樣越怎麼樣 是 生病人越多 越快速得到 是不是怎麼樣 震動期是越短還是越快 越短 越短還是越長 越短 震動期越短 你是在怕什麼 不要講台語 我說你是在 你在怕什麼 我想說我要被罵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剛剛罵你 我都說沒有 你在怕什麼 你來怕什麼 對不對 先跟大家講 其實我對女生還是要尊重一點 但是有時候公事上 我還是會蠻嚴謹 就是說 同朋友你是在怕什麼 在怕什麼 不要怕 那我跟大家講說 蘋果大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像供應鏈出問題 因為沒有功能啊 可是這些人都得到以後 就怎麼樣 就會怎麼樣 就會生產力啦 現在其實有最新的新聞 我們那個福利社 我們的那個瘋狂股市福利社 今天還有特別單元 單元跟你講 不是特別單元 就正片跟你講 所以其實現在風景區啊 訂票率急升 甚至75%還多少 因為都年輕人 生完病後就馬上出去了啊 老人還在怕啦 你懂不懂老人還在怕 老人還在說這個病會很恐怖 年輕人已經不管他了啦 因為他們可能想說 康复之後有三個月的 黃金星星時期 因為年輕人已經悶了三年了 老年人會覺得還在怕嘛 你懂不懂 而且其實得病都是年輕人 為什麼 因為如果要是我啦 遲早得了 那我不如現在馬上得一得 是不是 你就聽到就是 大部分都是得一次嘛 聽到得兩次了 只有我們的那個導播啦 小漢 你為什麼得兩次 我其實 沒有特別做什麼 就自然就得到了 露娜你相信嗎 他可能亂跑嗎 生活不檢點 是不是 小漢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私生活好不好 除了他以外 你怎麼跟他那麼客氣 我反而不適應 除了他以外 得過兩次 陽過 陽性過兩次 但不能得一次而已嘛 所以年輕人朋友他得一次以後 他就出去跑了 他就會工作了 所以公益鏈會有問題嗎 不會有嘛 不會有嘛 好不好 不會有 先跟大家講 就只有短時間內受到影響而已 是啊 還有那個小孩以後講話 不要圍圍圓圓圓 好像我是壞人一樣 來來來 先跟大家講 所以大陸解封 風險資產 土門企 你看頭版新聞 可以看Luna 一個頭版新聞 我昨天是不是在講的 所以你看我11點半 你知道什麼經濟日報 沒辦法看昨天頭版 沒辦法出現這個大陸解封嗎 你猜看為什麼 因為11點半他們已經截稿了 可是這次不截稿了 所以你會看到 我的時間走 比這種最銷量最好的報紙 還可以快兩天 我說得沒錯吧 前天晚上11點半 我發文章告訴你 大陸要全面解封的 沒有錯吧 變小流感了 你看這是你要的分析師 你不知道 同樣的錢 你同樣的1萬塊 你同樣的1塊錢 同樣的1塊錢 同樣的10塊錢 你要花在 可以讓你有10倍效益的分析師 讓你有比較大的研究團隊 讓你有多10倍時間的人 幫你做投資 你才會賺到錢嘛 你的錢才是1塊錢 能變10塊錢 10萬塊能變100萬嘛 是不是 才有機會嘛 有一個老師如果不認真工作 怎麼幫你賺錢 好不好 認真工作不代表每次都賺 像最近人只 一跌馬上留言就很多 子子 你不是說突破跌破15152嗎 當然不能再跌 1萬4不能跌破啦 1萬4跌破年底很難 跌突破152 可是我覺得不是不行喔 我先說不是 為什麼說不是不行好不好 我等一下看一下 所以過年前還是有機會嗎 過年還是有機會沒錯 我覺得非常高機會喔 不要說子子沒有說 不要說非常高啦 因為現在已經降低了 我們看一下現在大盤啦 大盤點位多少 現在大盤點位是 14173 14173 1000點嘛是不是 有機會 現在幾天 剩幾天交易日 我看一下喔 今天是禮拜三 兩個交易日 然後經過兩個禮拜 再經過兩個天 就封關了 14個交易日 14個交易日一天要漲77點 98 才會漲77點 嗯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好不好 我再請導播 而且請我們製作團隊來跟我講 那個CPI的數據 雖然是CPI不準 下次還是很重要 是 CPI是什麼時候公佈的 這配合時間點 因為141516 17號風光 對 還剩下14個交易日 不是不可能不散151522 機率變低了 現在只變六成而已 可是是有機會的 我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有機會 希望我講的 Runa今天股票最強是什麼 是那些解封概念股 對 昨天講35% 今天背多少 40% Runa你幫我念一下 好 恭喜2727王品 股價逆勢上漲 我們多次買進 獲利最多已經超過40% 投資長持續看好他 手上持股獲利續爆 我的暫停跟別人暫停不一樣 我的暫停就是獲針價值 我沒講別人 我是要跟 我要是跟你講 以前老頭褲有些做法 我發好多等級會員 根本沒有這種會員存在 我不是 我秀的是普通會員簡訊 你懂嗎 我秀的是普通會員簡訊 是入門門檻最低的 那我也是全台灣Live 本身是最多的 Telegram 本身的數也是最多的 我們訂閱頻道 你看起來也是十幾萬人 沒錯吧 對啊 然後其實這個每次影片 大概差不多點閱 差不多3到5萬 是 這跟大家講 如果正片的話 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都是這麼多人見證 這麼多會員見證 裡面一定也有會員 所以這個騙不了人 所以我跟大家講 40%我還沒走 所以拜託你參加我會員 不要說只賠個5% 陪伍哥攝影的我好難過 這樣你可能不適合當只賠的會員 你知道嗎 只有兩種人適合當你的分析師 哪兩種人知道嗎 神 神啊 主啊 可是有時候神啊 主啊 到底有沒有在你旁邊 這個我不去論辨 神啊 主啊 他也不會告訴你股票怎麼漲 另外一種是什麼 神棍 只有這兩種人 你適合當他的分析師的會員 基本上我都不是 懂嗎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不要說5%就受不了了 好不好 只要賺賺40% 有沒有看到 只賺40% 要賺就賺40% 你懂嗎 你懂嗎 你剛剛好像聽不懂一句話 就基本上 好不好 是 只有 就是 真的神 能幫你賺到錢 另外一種就是神棍 騙你的 基本上這兩種人 都怎麼樣 第一個是看不到 第二個是什麼 看到了以後你絕對賠大了 齁 我要跟你講是實在的績效 聽得懂嗎 實在的績效 啊 說好實話 我這週我最後 我這次選股比賽啊 我這次可能沒有冠軍 可是哲哲至少應該連三週冠軍 逆戰勝 我就是撐到最後一波的男人 你知道嗎 我的個性就是我永不言敗 雖然就這樣敗了 恭喜你們 哲哲也努力 也只能說運氣不好 我至少錯過五檔股票 對啊 差一週選而已 先選結果下都還漲 真的 五檔股票 不要說至少三檔 接下來每天展停板 譬如雷虎啊 20塊的時候選 所以你知道20塊的時候選 雷虎啦 真的是很好笑 沒辦法啦 雷虎你不要看現在喔 現在對不對 40塊 這邊選啊 這邊選啊 然後沒上去 這邊就把它放棄了 五根展停板 對 要經歷一顆啦 上禮拜選的時候拿跌停板 下禮拜的時候天天跌停板 再下禮拜我不選了 天天展停板 一來一回大概差了 差了多少 差了差不多五六十%啦 六七十%啦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們要天天跌停板 然後天天展停板 差七八可能80%喔 兩個禮拜差80% 你看80% 你看績效怎麼出來 就差一二十%啦 如果20%的話 對 這樣懂嗎 所以 嘖嘖沒辦法 可是 嘖嘖就是很認真努力 至少敢參加比賽 因為會批評嘖嘖 你會發現到 他都不敢參加比賽 真的很神奇喔 然後也不敢去 用真心白銀去買台灣五十 你不要再問我台灣五十怎麼樣 台灣五十還在賺錢啦 你不要擔心啊 還在賺錢啊 沒有錯啦 我看一下 因為我沒有記錯 他是108成本 還在賺錢喔 那這邊怎麼辦 如果跌破季線就不好了 可是我一點都不擔心 我來給你看神秘數據喔 剛才不是說從來沒有這樣子 12月這麼慘過對不對 對啊 你看這12月 12月你看到都漲1.6 最唯一是 那個 那個網路那個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都記起來了 跌1.6% 現在是跌4.75% 足足差三倍左右 嗯 跌了706點 這是12月到目前為止 所以最後兩天我認為他會神龍白尾 第一個我們來看 來 我們來看第一個 我再給你看算是 我昨天是不是說過 我過去12年 最後一周都漲 是 好 過去10年啊 12月都漲 沒錯嘛 對 你2018年 剛才2018年12月是跌對不對 可是最後一周是漲還跌 請你告訴我你看 最後一周是漲 剛才2018年是剛才是唯一的例外 沒錯吧 對 唯一例外12月是跌的 可是就算最爛 最慘的 2018年 記清楚這段很重要 最爛最慘的2018年 12月是唯一跌的一年 那一年 他最後一周還是漲 有沒有看到 是 看到沒 所以 年末 最後一周 每一周都漲 特別吧 很特別 我給你獨家註據資料 每一周都漲 所以每一周都漲 代表什麼意思 每一周都漲 每一周漲 漲 同學 來 不是美國州漲 OK 不是什麼威斯康辛州的州漲 每一周都漲 剛才講冷笑話 聽不懂就算了 來 每一周都漲 沒錯吧 2018年 12月是跌的 最後一周還是蛇蟲白尾 所以看清楚 那現在最後一周是漲還跌 不好意思跌 還跌0.69% 同學 跌0.69%是什麼時候 大概差不多就跌100 100點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這邊 所以最後兩天要漲回來嗎 對我助理居然沒寫點數 來 沒關係 最後一天來 上個禮拜 這是禮拜五嗎 上禮拜五漲多少 上禮拜五收盤價是 14442 是 等一下 今天禮拜幾 禮拜三對不對 對 好對不起 14271 就是差不多98點 現在已經多跌98點了 最後兩天再怎麼爛 都應該至少占差不多100點 我想是最爛 最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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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今天捨不得賣掉了 你明後天拜託你也不要賣 你真的很想賣 拜託你等到最後一天 禮拜五再賣好不好 我只告訴你 你最後一天再賣的話 你明年就會後悔了 你聽懂嗎 因為看過這麼爛的12月份 我忘記來做個報表 12月份突然如果突然跌 下個月份其實上場跌跌 極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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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高極高 我那時候要請助理來做這個東西 這樣懂嗎 我還是要跟你講一次資料 就是再講一個結論喔 聽清楚喔 歷年12月 這10年來 12月 上漲去一九成 結果 今年居然是唯一一成 唯一沒有漲的 你知道嗎 唯一沒有漲的 可是就連那一年唯一沒有漲 2018年 它到最後一週也漲 因為每一年這十幾年來 每一年的最後一週都是漲的 現在最後一週居然跌了 98點 目前為止 是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說 代表是說 投資料 接下來這兩天 起碼應該要漲100點 如果歷史經驗是發酵的話 接下來是必漲 而且要漲100點 如果歷史經驗是發酵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發酵 那懂我意思嗎 除了以外 我這禮拜靠誰冠軍你知道嗎 來看我們三男股票來冠軍 來來來來 今天你看2603 長榮 嘟嘟怎麼這樣跌 你看它澡盤是漲還跌 早盤是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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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有開到164 2615 萬海早盤是漲還跌 有沒有紅色 也是漲 也是漲 2609 也是漲 對 所以換句話說 早盤台股跌 差不多100多點的時候 它是漲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緊張啊 你這邊要買就買 你看啊 但是我也可以臭屁 我2707的精華 可是精華 這精華怎麼走掉 要擺脫精華 如果我賺50%還不走掉 什麼時候要走掉 對啊 是不是 你看我另外一檔股票 賺40%還沒走 等嘛 所以完品為什麼40%還沒走 我少說應該賺50% 被你說出我的目標價是不是 不一定喔 少說而已 不代表會喔 我先跟你講喔 不要到時候我給你偷賣 人家哲哲氣死了 你怎麼說話不說話 突然沒有承諾你喔 可是我真的希望他賺50% 可是沒代表一定要 啊知道嗎 是 哲哲就是 敢預告在前的男人 就是那位男人 就是要說話算話 就像我 你會看到我就是很負責任 你怎麼看我哲哲 你看我請假過 我以前跟你講 我以前那個好像就是 有碎石啊 你知道 碎石去打碎石啊 結石去打結石 那時候 所以我現在會常喝水 要保持健康啊 所以是邊吊點滴邊錄影嗎 呃 邊尿出血邊錄影 因為打結石會那個會尿出血啊 打這邊復復 打一千下 早上打一打 照樣請 照樣照樣在啊 這都是事實啊 化妝師都知道 我就是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我都不請假 因為我要負責任 最近有人問我好像是 對盤中連線 怎麼最近都沒有看到投資長 那個就 這個就是 不是我問題 好我先跟大家講 但是也不是說對方的問題 這個說來話長 只是我告訴大家 我這個人做事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只跟你講 最近不連線 這樣子 好不好 以後再看看 我以後也不一定會連線 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我看聊天室很多人都說 欸投資長怎麼不在 你說中生的聊天是不是 對啊 我也是覺得人比我想中多 平常吐槽的人還蠻多的 現在居然很多人是珍惜我 你早說嘛 你平常為什麼不多按讚咧 對啊今天影片要先按讚 按這個讚嘛 暫停給我暫停給我按讚 按讚 按讚 好不好早說嘛 每次都喜歡我 不見得知道我重要性喔 欸我跟你講哪一天我不錄影 我是跟你說真的 或哪天Cue my mic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要按讚的 留名片給 留名字給我 我在給你 我在給你怎麼樣 你看影片你信不信我做得到 要不要這樣做 或者哪一天沒有1000個讚的 我就直接不錄影了 不要說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 那個讚嘛 我沒想到留言區好多人 你有沒有看到 對啊 聽說三四十位四五十位 你看看四五十位是散去留言的 沒有留言不是更多 其實是事實啊 因為就我就拿到相對的資料 好多人跟我講 我一聯繫完以後 收視率反而變很高 反而在中生聯繫變非凡 你們在媒體界的你都可以看 我在那個時段 可是問題是那就算了 因為我這個人很平常心 我到這個勘章 我就求的是平常心 大家開心 那我只告訴你 我只是負責任的 沒有連線 基本上 不能算是問題 那我也不會說是對方問題 大家都大家藍言之隱 我先跟大家講 不要去怪責怪誰 只是我告訴你 不用期望了 我沒有打算進期內要連線了 我先跟大家講 這是很負責任的人 好不好 我個性是這樣 我不負責任我會11點多傳訊息給你 我會12點多 23點傳訊息給你 對不對 我會12點傳訊息給你 這個要專也專得很厲害 這如果要專的話 你覺得有人要嗎 對不對 你覺得哪個員工 兩三點 班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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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投資長我做事情 有辦法嗎 找不到 這都是我親自寫的 中午的時候有時候 我會跟助理講一下 有時候啦 講一下大概怎麼論稿 你懂不懂 我會教他怎麼論稿 有些主體我會幫忙他 這樣跟大家講 那可是問題是 晚上寫一定是我寫的 不用毫不懷疑好不好 深夜寫的 都是我寫的 一樣我會跟大家 完品創新高囉 沒錯吧 Bravo 精華也創新高 精華也出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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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是不是解放概念股 是不是大陸解放概念股 漲這個啊 沒有錯 所以這些股票 只是因為像大型漲那個 大家不相信說貨櫃有漲 貨櫃遲早會漲 我的重點是 越快躺平越快起來 你真的嗎 那種股價沒有發酵 股價本來就想的 比如國中慢 你知道2020年的時候 我在四五月的時候 我說今年有一種以上疫情 好多醫生 至少一兩位醫生打到來罵我 你國中在說什麼東西啊 我從一三十幾年 我沒聽過什麼叫疫苗 一念那就可以發生 你知道疫苗十幾年 也不一定有一支疫苗 你知道 嗯 就沒有理他 謝謝再聯絡 因為我貴為投資長 不好意思 我的那個員工的人數 可能比你一天看成人數還多很多 對啊 跟大家講 我就 謝謝 這以後就參加你會員 結果不到一年 有兩支疫苗產生了 打破紀錄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看比較遠 因為我查資料可能比你想像中多 你懂不懂 醫學嘗試 說我管犯醫學嘗試 我不一定贏一些醫生 我不一定贏一些 那些什麼 那些工程師啊 專家嗎 對不對 你懂智成啊 我胡瓜嗎 當然不是 懂智成胡瓜 這個人家我又講出來了 你很了解智成 當然你自成比我了解 股價我會比你了解 你懂嗎 要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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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跟大家講 這個疫情到一環節 那個通膨會下滑 去庫存的話會很快 你不要說只成沒說 好不好 那因為今天行情喔 看我節目就是要有聊 我們大家一起來聊天 我來回饋一下我們網友們 好不好 來來來 那今天外資賣超130億 130億 欸今天下跌的話 等一下 下跌就 就1,100多人 敢再說農曆年前 上15,200嗎 這個江山魚 是江太光釣的魚嗎 那這個就沒人認真看我節目 我剛才不是說農曆年前是有機會嗎 我剛才說農曆年前怎麼樣 有幾成機會 6成3 15,152啦 好不好 15,200可以啦 我就敢講啊 被打臉那就是你就不准 你就不要參加嘛 我跟你講 我不論被不被打臉 我鍋中就是一條懶止汗 那他們知道嗎 知不知道 就是這樣子 不准就不要參加 你幹嘛參加一個不准的分析師 你覺得不准就不要參加 不要勉強 我上來你賺錢的 你不要勉強你自己 你知道嗎 知道嗎 OK 阿伯出事啦 被觀眾投訴 終生不是被觀眾投訴 我跟你講 我只能 我不能再點太多 我只能跟你講說 不能太八卦 我只能跟你講 反而不是被投訴 你硬要說話是太多人嫉妒我 這下去不要啦 點到為止 點到為止就好 我沒有很在乎 我因為 像是網路時代 我每天點閱率就這麼 就是每天就是有三到五萬人看我 那 他們要不要我隨便啦 我都很平常心 對 我不是小老師說很平常心 我只跟你可是 因為我需要跟你交代一下 好不好 不能交代叫你去 隨便便利商店買個兩塊交代就給你啦 這樣不尊重你 你懂不懂 這個不要講太多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有時候 有時候每個人看法不同 我們要尊重每個人 有些事情希望我善的你知道嗎 這樣懂嗎 就不要再多講 好 對啊 所以平常心 對啊 為什麼大家喜歡我 因為講話我就很直接 我再講下去 我講很推動秘辛的 不要 這不是我個性 我投資長不是八卦長 我還怎麼看 我還這線型蠻醜的 我還這線型蠻醜 可是你看奇長點有沒有跌破 這邊已經跌破了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大盤太慘了 這已經算歷史上最慘的大盤 那我先跟大家 為什麼這個很慘 等一下我福利社會再跟你講 特斯拉 所以特斯拉有問題 特斯拉其實我本來覺得他 我覺得特斯拉那個老闆 可能太慘狂了 然後也有講過 上海慘對不對 是不是停工了 那這個就是這樣 需求的問題 需求下滑 他本來市占率20% 現在變15% 秉座大了 可是很多看市占率 嗯 因為很多人是預期你秉座大了 譬如說我本來是100萬台 變1000萬台 你市占率你要維持住 我才願意給你那麼高的本益比嗎 結果不是你秉座大 你雖然銷售量增加了 可是你市占率呢 下滑了 就像有些公司為什麼毛利率比較高 為什麼我 IC設計有些 明明是IC設計 我有些給100倍本益比 有些給10倍本益比 一龍為什麼給10倍本益比 你懂嗎 甚至10倍本益比以下 為什麼有些IC設計 都IC設計喔 為什麼給100倍本益比 因為毛利高低啊 我市占率高我才能毛利高啊 那懂嗎 他現在市占率下滑了 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跟你講電動車有個最大問題 你知道什麼電動車有個最大問題嗎 像我這種只注重安全性的 吃藥都是先求不三生再求療效的分析師 我也要賺錢 就先求不 盡量先求不賠錢 再求賺錢 是不是啊 不然我每天 我不要講台積電就好啦 我每天講標股就好啦 那展平還不簡單 像我這種分析師 求安全性的 我就不會買電動車 所以我第二台車是電動車 那我以為在市區逛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管他是500公里 600公里 700公里 我都不太相信 因為都是測試的 為什麼 我如果去台南一探 我去高雄一探 怎麼來回你告訴我 要充電 嗯 我想到我旅程 我旅程要找充電的地方 我就很 我就很不爽 為什麼 我為什麼要找 我就找加油站就好了 那我之前有開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柴油車的 柴油車其實 在國外柴油車是 反而比較貴 台灣柴油車比較便宜 嗯 你知道柴油車其實馬力很強 可是你知道嗎 台灣很多加油站找不到柴油車 可能五個才一個柴油車 柴油站 哦 是哦 就五個有一般的無牽油 柴油車的汽油 你懂不懂 就是又有汽油 又有柴油車的 大概五 三到五個 才選到一個 嗯 那我為了加柴油 我就快瘋掉了 一直找一直找這樣子 是 心情很不好 而且我覺得很煩 那你現在看 我現在電動車怎麼辦 電動車他本來就是他的問題 所以特製他這個跌很正常 對他不務正業 可是跌到一個過程中 他已經降低本益本益本益 本益比一百多倍啊 大麥空來說 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泡沫之一啊 嗯 可是這個跌完以後修正本益比呢 這個就像3037的星星一樣 欸之前30倍本益比欸 現在不到10倍本益比欸 呵呵 求股價呢 欸是很便宜的 1PS增加囉 你知道嗎 純粹是本益比修正 我在解釋喔 假設我是10倍本益 假設我是1PS10塊 30倍本益比多少錢 多少 10剩30啊 多少 10剩30 300 30倍本益比就300 好啦我現在1PS 我增加喔 我1PS從10 變成15是很厲害 嗯 10變15是很厲害 可是我30倍本益比變多少 變10倍本益比 變多少 150 150 150齁 剛才是300塊欸 是 我1PS增加欸 可是我本益比急速下滑 仿了股價腰斬 嗯 這樣懂嗎 300塊本益比150 啊懂嗎 這是新興的過程 推特的過程 是不是推特那個特斯拉過程 啊這個就 只能說平常新興 等他繼續線性打底啊 但是我覺得很多人 是因為大陸這方面的 所以大陸的也會影響景氣 因為大陸像直接攤平 大陸的那個停工 也有可能是工程能源的減少 或者問一件事啊 你選一件事喔 我在選一個事情喔 這個過程大概一個兩個月 那 所有的經濟數據看到什麼 看到是這一兩個月 全部人攤平 哦 經濟數據這兩個月一定很差 問你 露娜 瞬間就5億人得到 你就這5億人 那5億人就得到 旁邊要不要人照顧他 嗯 照顧然後就在染疫了 對 染疫完了 我媽媽在照顧這些人 哦 陽過的人 陽性好的人 會在照顧家人 是 是 所以這個一兩個月是最痛苦的 基本上這兩個月 根本就沒任何消費力了 嗯 所以你要看是一個兩個月過後 所以我看的是這些 所以有些股膠可能開始長起來 你懂我意思嗎 懂 做事情要想像力 所以這兩個月會是景氣最差 也是最好 所以 雙層記 一開始序言就講過 這是最壞的時代 也是最好的時代 現在就是這樣子 懂我意思嗎 懂 他現在全部攤品了 啊 可是開始有些人出來 可是一出來攤品的人比較多啊 生病的人比較多啊 所以你要懂邏輯啊 野股票要噴出去啦 去看一下吧 公二簡訊吧 預算有沒有 預算 我下跌來繼續講嘛 創果來繼續講 雖然講的次數沒有很多 可是前日開始有講啦 有 慢慢拉起來啦 它也不是C就是主流之後的主流 你不要管蘋果供應有問題 那不重點 需求才重點 是不是知道 需求才重點 好不好 供應這只是短期的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AB5仔版8046藍電 今天哇 這藍電不行了 我真的覺得這個平安心 我真的藍電 我近期還在加碼 我先跟大家講還在加碼 好不好 因為我最近都蠻多新會員朋友們 好不好 啊你看 食品呢 光光的 八番雲集 開始怎麼樣 拉起來了 啊最強的還是什麼 你看八番雲集已經拉起來了 最強什麼 完屏啊 這一波我賺40% 有沒有這種走法比較怎麼樣 不一樣 對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怎麼反應 再看一次我的功課簡訊 來 Nuna 完品賺幾%還沒走 40% 不會 超過40% 超過40% 手上持股還在獲利虛胞 這就是我的績效 來 這沒辦法騙人 第二個 等一下喔 來賺股股票 預創 盤中上漲5% 手上持股還在獲利虛胞 欸 哲哲 預算我跌那麼多 你手上持股獲利虛胞 你買這邊 所以參加會員就是有這個價值 你懂嗎 參加會員 我就告訴你那個完品 我是要賺40%才走 還賺50%才走 還賺100%才走 賺一倍才走 精華是賺50%才走 你去想想看你要找什麼意思好不好 想清楚 想明白 我看一下有沒有什麼股票 沒講 9904的保存 怎麼看 你看準備要創新高 看不出來嗎 超級看跌的齁 303是聯友 昨天攢 今天跌我不會怎麼說 你這邊你反而要找個買點好不好 最後跟大家講 旺海破81.3 以田裡 做空還做得多 我不管 我都祝福你 你看我節目 你一定要正著看 反著看 正著都祝福你 你不要來找茶就好了 你賺多少錢我也不管 我祝福你 你要反鳳等也沒關係 我真的相信哲哲 哲哲我要參加你會員 那我要跟大家講 那恭喜你 我覺得你選擇一個正確的道路 你看我們今天還是有很多股票在搶 好不好 跌的股票我也照樣跟你講 頑皮已經賺40%了 疫情後的一個新時代 人家想想看 這些都是很誇張的一個行情 現在只是看到經濟數據很差 是全部人坦平 中國大陸十幾億的人口要坦平的 這些嚴重的過後 看到的是另外一波的世界 另外一波的太陽 新的太陽 多溫暖啊各位 CPI 下個月CPI 是1月12號數據公佈 1月12號頭沒有 我要告訴你 我看日曆就知道 到最後還有剩三個交易日 也會越夜越美麗啊 所以不論怎麼樣 不論對貨錯一切一切 折折 預告在前面 最後兩天記得按照經驗來講 按照歷史經驗 最後兩天是要漲 而且要漲100點 歷史經驗如果發酵的話 這個是要必漲無銀 我只能說我非常有信心 最後兩天安情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把握住 折折已經連續三桌冠軍了 航運股貨櫃三桌 還有機會再漲 不論對貨錯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想清楚想明白 有沒有 0800668085 0800來來來幫你幫我 想想看 讓你折折 來幫你賺錢 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也預祝各位能夠賺大錢 歡迎幫我們影片留言按讚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嗎 可以播到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你喔 掰掰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 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頭都是假冒 最後這三個帳號 謝謝 摩爾證券頭部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